3月植树月 台东邻区管理处办理111年植树月第一场的镇苗活动 由关山工作站率先办理 4号上午10点在海端的布农文化馆举办 而现场准备了14种将近800株的苗木 吸引近百位的民众拿着发票前来换取苗木 准备回家进行绿美化 民众在探位前大排长龙 而这不是在排队等待施打疫苗 而是灵物局关山工作站所推出的发票换树苗活动 3月是植树月 台东邻区处今年办理的第一场镇苗活动 是日上午在海端布农文化馆登场 活动现场准备了14种近800株的树苗 要供民众换取 今年邻区处的植树月 以生活的探寻为主题 透过民间起立为周遭环境 增添灵木面积的方式 可以增加大自然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并转化为有机碳存放在植物体内 达到改善空气以及调节温度的作用 另外灵宛处也精心挑选 超过20种适合种植于台东的原生种植物 配合不同的镇苗地点 准备了不同的苗木 而今年的植树月镇苗活动还有7场 民众可以上网查询相关的镇苗地点 只要期待1到3月的发票 就可以免费兑换苗木 未来灵馆处也将收集到的发票 全速阵与工艺团体 在植树减碳的同时 又可以达到工艺的成效 记者陈吉林海端相报导